好,我們來看第一個題目 這個題目說有一個 鐵軌上的一個鐵板車 在鐵板車的 平台上放了一些木箱,這些箱子 那麼這個 平板車 原本有一個初速度,時速48公里的初速度 然後因為要進站了,所以他要開始煞車 煞車就會有加速度產生了 現在請問說 這個車子 如果他要 開始煞車,並且希望在煞車的過程當中 所產生木箱與平板車之間的摩擦力是足夠的 讓這個木箱並不會在這個平板車 的表面上滑動 那麼我這樣子的話,這個加速度應該不能大到多大 否則的話就會發生了 這個滑動的現象 那當然 這樣的加速度就決定了 以這樣的時速我要在 多少 距離之外,開始進行減速度運動 到停 這段路程長 至少要多長 我們知道 如果煞車的距離越長的話,當然加速度就可以越小 那這個 木箱滑動的機會就越小 所以我們要決定一個 最 短的一個 煞車的路程應該是多長 好 所以整個問題,第一個我們要決定的就是根據它的 近摩擦係數0.25 這個 近摩擦係數這個數據 來決定我們 這個加速度可以大到多大 OK 我們知道 經過 這一段 先把這個 單位先換算一下,從48km per hour 變成 m per second 是13.3 然後我們就可以開始計算我們所 能夠 得到的 最大的加速度是這麼大 是多大呢?就由近摩擦 近摩擦 等於MA 對不對 這樣的話他就 能夠由這個 這個 近摩擦力能夠來提供給這個 物體進行相同的加速度運動時候所需要 的力量 所以讓他 可以 有一個加速度運動 就跟著減速而且不會滑行 那麼近摩擦的這個大小呢是由 重量 正向力對不對?正向力在目前這個情況就是重力 所以是 Mg 再乘上 μs 那Mg的m跟分母的這個MA的m消掉之後存是μsg 所以0.25的近摩擦係數乘上9.8的中力加速度 我們得到這樣的加速度應該是 2.45 所以 我的加速度最大只能大到2.45 如果加速度 大過這個值的話 他就會開始滑動 就沒有辦法 就已經超過他的 最大近摩擦了 好 所以根據加速度是2.45我們就可以 算出煞車的距離了 v平方等於2as 因為這個問題是我們 一再做過的問題就是有個出速度v 然後煞車到停止 所以有這個公式 所以把v平方除以2a v剛剛已經做 這個單位換算了 然後再把2a a已經知道 所以是36公尺 所以這個題目希望同學們能理解 他在問什麼 那麼又該怎麼樣下手來做這個問題 好我們看第2題 這個題目的是說 期末考結束了 這些大學生都瘋狂了 瘋狂的在這個宿舍的大廳呢 拿這個掃把來 敲打 微積分的課本 假如 每一個課本它的質量是3.5公斤 從 鏡子開始被這個掃把來施力 施力的距離是1.2公尺 施力的大小是25牛頓 這個掃把給 書本的 力量是25牛頓 作用的距離 施力的距離是1.2公尺 然後 這個書本 將會在1.2公尺的施力距離下 最後會獲得1.75的 速度 請問 在這個過程當中 書本跟地面之間 的這個動摩擦係數是多少 好這個問題當然 基本上 你可以了解為什麼會有一個動摩擦 因為如果按照以25牛頓 作用在一個 3.5公斤的物體上面的話 應該可以獲得的加速度 是將近是多少呢 25除以3.5對不對 如果沒有摩擦力的話 這個加速度 經過1.2公尺之後所得到的 墨速度應該不只是1.75 對不對 所以表示 在書本與 地面之間是有 動摩擦的 所以我們就要利用 它的 初速度 作用之後的這個墨速度只有1.75來 回推 出我們的動摩擦係數 到底是 這個 動摩擦力 有多大 然後順便把動摩擦係數 μk把它決定下來 好 算的方法當然很簡單就有 整個加速度運動 的加速度先把它算出來 我們從靜止開始 經過 1 這個 1.2公尺 Deltax是1.2 所以 又跟剛剛一樣從靜止開始得到一個墨速度是 1.75 所以 1.75的平方除以2 距離2乘上1.2 所以得到1.28的加速度你可以看到 加速度只有1.28 如果 是只有 紹把斯的力量25除以3.5 那 絕對是超過2對不對 絕對超過5 所以是 比1.28大許多 OK 所以 告訴我們 這個動摩擦確實是存在的 那應該是多少呢 很簡單 這個A 是由合力所造成的 合力就是 少把所思的力 再扣除掉動摩擦 動摩擦力 所以 從這個原則把這兩個相減之後的合力應該就是MA A已經算出來了 F 是 我們剛剛講的25牛頓 所以 這個項就可以算出來 而 動摩擦係數乘上正向力 這個問題的正向力也一樣 是由 微積分課本的 質量乘上重力加速度 就是它的重量 來決定這個正向力 所以最後算出來的結果 就是 0.6的 動摩擦 係數 好 這是第2題 我們再看第3題 第3題說有一個物體 它的質量是2.5公斤 放在這個水平面上 這個 物體呢 跟水平面上是存在的 摩擦的 假如 假如這個物體受到一個水平的力量 F的作用 F的大小是6個牛頓 而 同時還受到一個 牽錘向上的 P的力量的作用 而P這個力量呢 我們現在把它當作一個變數來考慮 分別考慮 P的大小分別是 8 10 跟12 這三種情況 好 那麼 已知呢 這個 物體跟 這個平面 之間的 近摩擦係數是0.4 動摩擦係數是0.25 請你決定 在 這三個不同大小的 P 的力量之下 這個物體 它運動的 摩擦力 是應該是多大 物體所受到的摩擦力 應該如何 好我們來看 第一個呢 我們要先決定我們運動的力量 也就是運動方程式 整個運動方程式 就由它在水平方向上所受到的合力來決定 對不對 水平方向上的合力包括 往右邊的這個 F 6個牛頓的力量 扣除掉 摩擦力 往左邊的 阻止它運動的力量 所以把大F 減掉摩擦力小F 之後的合力 應該就是它展現出來的加速度 MA 再來呢 因為要考慮我們的這個摩擦力呢 你必須要考慮 這個物體在牽垂方向 跟這個 摩擦面 垂直方向的正向力 應該是多大 這個物體所受到的正向力 包括了 地球給它的 重力往下 並且 這個 有一個P的力量是往上的 所以 把 我們的 往下的重力 減掉往上的P的力量 剩餘的力量 就是我們的正向力 Fn 這個Fn就是 等於是 所有這些合力的反作用力 是 這個斜面對 物體 抱歉 平面對物體的一個 往上的一個作用力 是整個是正向力 對不對 好 所以 有了這個正向力 如果 乘上 μS 近摩擦 就是 近摩擦力 所以我們 首先先要決定 在不同的P之下 所得到的近摩擦 近摩擦力 最大近摩擦是多少 因為先決定了 最大近摩擦 才能決定這個物體 到底會不會運動 對不對 好 因為這個物體原本是 Initially at rest 一剛開始是靜止的 放在桌面上的 所以它並不是一剛開始在運動 藉由這個F的力量跟P的兩個力量的作用的話 所以 從靜止的狀態開始 它究竟會不會開始運動 由 這個 最大近摩擦是多少來決定 而最大近摩擦是這個公式 也就是 Fn是跟mg-P有關 那P是一個變量 P如果越大這個負的越大 這個最大近摩擦就會越小 越小當然就越容易讓它運動 所以這個是 整個問題的一個邏輯 好我們來看 當P等於8的時候把這個數字帶到我們剛剛的公式裡面 你會得到正向力是16.5 用16.5乘上 近摩擦係數0.4我們就得到 在P等於8的情況下它的最大近摩擦是 6.6 6.6比 這個水平的F力量的6個牛頓還來的大 表示這個力量不夠 足以克服它的 最大近摩擦 所以這個物體在 6 在8個牛頓的P 的 作用下的話它是還沒有辦法 開始運動的 因為這個力量不夠大 這是A的情況 所以 說 frictional force是多少呢 在 這個情況下的 摩擦力 就是 就是 F本身 F是多少 近摩擦就是多少 對不對因為只要還沒有超過最大近摩擦的情況下 這個物體所受到的近摩擦就是它的水平方向的力量6個牛頓 所以A的答案是 6個牛頓 再來 10牛頓的P 這個P如果是10牛頓的時候我們一樣要帶到 這些公式裡面 只不過這個減8改成減10 所以我們這邊改成減10 最後變成14.5 再進去變5.8 5.8的最大近摩擦 小於 6個牛頓的水平力所以基木就要開始運動了 既然開始運動現在的摩擦 就不是近摩擦了而是動摩擦 所以我們現在要用0.25的動摩擦係數乘上正向力 得到3.6的 動摩擦 所以 這個情況下我們就得到動摩擦是3.6 這個 3.6 第3個情況 12牛頓 10牛頓都已經可以讓這個物體運動 12牛頓 更是可以讓這個物體運動了對不對 並且因為 向上台的力量越大 它的 正向力就會變得越小 動摩擦就會更小 所以我們可以看見 這個情況下做出來的結果動摩擦會變成3.1 剛剛是3.6 現在是3.1 3.1是怎麼來的呢 當然就是因為減了12對不對 減了12之後變12.5 12.5乘上μk 2.5 乘出來的結果就是3.1 所以在這個情況下的 動摩擦 是3.1 好這個就是第3題的3個情況下 我們來計算它的 摩擦力的情況 第4題 有一個打棒球的一個 打擊者呢 他從壘上 他質量是83公斤 他要滑進二壘 滑進二壘的時候 遭受到這個地面的一個摩擦力 摩擦力的大小是485牛頓 從這個摩擦力的大小 以及它的質量 請你計算出 它與地面之間的動摩擦係數 應該是多少 那這太簡單了 你只要知道正向力 除以 我們的 這個 摩擦力 除以正向力 就是我們的μk 所以 把 這個 而正向力就是mg 對不對 所以摩擦力 485 除以它的正向力 正向力是mg 83公斤 9.8 所以算出來結果就是 0.6 所以它的動摩擦係數是0.6 很簡單的一個題目 第五題 是這個樣子的 有一個物體 牽 牽 牽垂的方向呢 它緊貼著一個牆面 然後用一個力量來壓它 讓這個物體能夠因為這個 水平力量 給它一個正向力 讓它能夠有一個摩擦力 假設 這個物體跟牆之間的 這個 近摩擦是0.6 而動摩擦是0.4 假設 這個物體一剛開始是靜止的 那麼在 這樣的一個12牛頓的作用下 這個物體 它究竟會不會運動 如果 在這樣一個情況下請你 把 這個 物體受力的 受到這個 強的力量 的 這個 力量向量呢 用 單位向量表示法 來把它 這個 強給這個物體的 力量 標示出來 這個問題很簡單 第一個你要了解到由於這個水平力量 作用的結果 會產生一個正向力 這個正向力 當然會導致這個牆 也給了這個物體 一個 它的這個 摩擦力 所以 這個牆給這個物體有兩個力量 一個是正向力 一個 是摩擦力 所以就變成 正向力 是在 負 X 方向 而 摩擦力 是在 正Y 方向 所以我們應該有兩個 分量 所以B的問題都在這裡 那首先呢我們要先決定到底在這樣一個情況下 這個物體到底是動還是不動 好 所以我們要決定的就是目前這個物體 所受力的情況在 Y 方向的合力 對不對 這個 Y 方向的合力如果 是 MG 勝過近摩擦的話就要開始動對不對 那近摩擦 有沒有 能夠勝過這個 重力呢由 最大近摩擦決定 而最大近摩擦由 近摩擦係數0.6來決定還有由 正向力12牛頓來決定 所以我們很快的可以寫下來 正向力是12牛頓乘上 這個近摩擦係數0.6 得到7.2牛頓的最大近摩擦 這個最大近摩擦跟這個物體的重量比起來 這個物體的重量是5牛頓 所以7.2 抱歉這裡寫錯了 7.2大於5牛頓 所以這個物體是不會動的 也就會靜止在這個牆面上 這個力量 12牛頓是足夠讓他 貼在這個牆上 不會滑動 好 再來第二個問題就是問 牆給這個物體的 合力 這個向量 我們知道正向力當然就是F的反向 所以是-12i i因為是這個方向所以往這個方向力量 -12 -12i 然後 以之 這個物體不會動 所以他受到的 近摩擦 就是他的重量 他的重量是5牛頓 而且是 這個 近摩擦是往上的所以 Y的分量是正的5 所以最後的結果就是這個 所以希望同學們知道第5題如何考慮 好我們再看第6題 這個第6題呢有兩個核子 這個核子 一個是 C核一個是W核 C核子的 這個 質量呢是MC 這個 W核子的質量是MW 那麼 現在 MC是1公斤 MW是3公斤 現在我們已經知道 在 一個 F的 力量作用下 這兩個物體一起在做一個加速度運動 以之 這個C核子 跟 桌面之間的 摩擦力是2牛頓 W核子的摩擦力是 3.5牛頓當然都是動摩擦因為這個 這兩個物體在F的作用下是在做 加速度運動 好 以之呢 這個力量是12牛頓 請問 這個 C核子 這個 後面這個核子 對前面W核子 所施的力量就在這個兩個的界面之間 由C 對W 施的力量應該是多大 假如以之 這個 整體的外 外界 這個作用力F是12牛頓而且以之 兩個摩擦力分別是這兩個 還有知道兩個質量 要我們計算 這兩個界面之間 C對W的 推力是多大 做這個問題 當然我們要 先把整個在運動的整個系統加速度先決定下來 對不對 決定這個加速度很簡單就把整體系統的核力先把它決定下來 整體系統受到的力量包括 向右邊的 F的12牛頓的力量 以及向左邊的這個的 摩擦力跟這個的摩擦力 2跟3.5 所以把12減掉這兩個2跟3.5就是我們 整個系統所受到的核力 所以 我們的核力就是 12 減掉 5.5 這兩個加起來 應該會等於整個系統所展現出來的加速度A 當然乘上的質量就是 兩個 系統的總質量1加3 好 所以我們把它算出來加速度是1.6 所以這個兩個物體正在進行1.6的加速度 那麼 已經知道 這個 這個物體 在進行1.6的加速度 而這個物體的受力的概況 是來自於C對它的推力 以及它所受到的 地面給它的摩擦力3.5 所以 把 我們要求的C對W的推力 減掉摩擦力 就是等於W的M 乘上 整體的A1.6 所以我們很快 就可以寫下 這個式子 對不對 這個推力假如叫做F'的話 減掉它的摩擦力 應該等於W的質量 乘上現在我們算出來的整體加速度1.6 所以 就可以把 這個F' 經過這個儀項算出來是8.3牛頓 所以第六題就是這樣算出來 再次回到F'的話